玩具衣學院 上課囉 大家好 今天呢是玩具衣學院的最後一堂課要開始囉 我是遠遠老師 今天呢很特別我有邀請另外一位老師跟我們一起上課囉 佐佐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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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裡 我幫我送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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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的 我剛剛一直都在這裡啊 是嗎 好嗎 遠遠老師啊 我們後面這個場面這麼繽紛這麼漂亮 我們現在在哪裡啊 我們這邊是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的貨櫃屋喔 我們在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的貨櫃屋 好漂亮喔 但是我們今天在這裡你在做什麼事情 我們要用我們手邊的玩具 或者是我們拆解下來的零件來做一個美容運作喔 那請問佐佐老師今天要為我們帶來的是 我今天要帶給大家的是平面創作 好我們現在要開始做我們平面創作喔 那我們要準備的材料有哪一些呢 首先呢我們第一個是長一塊紙板 大概依次大小或再比它大一點點的都可以喔 那接下來準備一個紙 然後放在我們的紙板中間 還有哪些材料 我們可以準備我們的小積木 那老師先把小積木呢 倒在我們的碗裡面 等一下呢我們也要使用的 我們也要使用到比較方便 好還有呢我們很重要的黏貼工具 這是我們的保麗龍膠 以及我們的雙面膠 那我們接下來要進行創作囉 好首先呢我們把這張紙的背面貼上雙面膠 哈哈老師先偷偷貼上去了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把這個放在置中的地方 看好之後我們就把它貼上去吧 好我們就把它壓平 壓平以後呢 接下來我們還有 我們接下來就用我們的保麗龍膠跟積木囉 好我們先用我們的保麗龍膠 老師剛剛想要貼在邊邊 那我們就把保麗龍膠擠在你想要擠的地方 那如果你想要用金木啊做字的話 你也可以先用保麗龍膠把字的樣子 然後先放出來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把金木 放在你想要放的地方 好我們老師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我老師想要就是 讓它看起來有一點像風的感覺 好拼成你想要的樣子以後呢 我們中間都還沒有彩繪嘛 那我們接下來呢可以使用我們的蠟筆 那如果你的紙呢是選這種白色的圖畫紙啊 也可以用彩色筆啊或者是其他顏料 就是上上去做彩繪 那老師想要 老師就想寫上抓抓老師的名字 倒是 Search pulse tutti 胖子上牙 ones 然後又 sea кап progress 才做得跟我肝 Buddha 這要把我的家圖門顏色 門牌 對我們今天就是做的是門牌 那門牌上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除了名字以外呢 我們還最重要的是 每個家裡都會有一個數字 那周周老師家的數字是 好 接下來抓抓老師家的門牌就完成了 太棒了 到我們的環境宣線上課程就到這邊結束了 掰掰 怎麼了 我問你一個問題 想讓小醫生們問 什麼問題啊 如果我回去看了影片 可是還有問題怎麼辦 還有問題怎麼辦 沒關係 在我們9月3號的時候 我們會有玩具醫生開啟一個直播間 那到時候裡面呢 各位小醫生們 都可以在直播間裡面問問題唷 那這個直播間的資訊呢 要怎麼知道 到時候都會放在我們的 台灣玩具特殊館協會的粉絲專頁 那到時候呢 在直播前 今天我們也會給大家一個時間 去 去 去問你們想要問的問題 那到時候 麻煩 各位小醫生們 趕快去追蹤我們的粉絲專頁班 太棒了 到我們的玩具醫生 線上特殊九道這邊結束囉 掰掰 接下來進到我們的工商時間 剛剛看到我們這麼漂亮的玩具貨櫃屋 它其實裡面有非常響亮的名字喔 叫做玩具藏寶箱 那玩具藏寶箱裡面有什麼 它裡面啊 有我們的台灣玩具圖書館的縮小版 就是我們家所有二手玩具的應用都在裡面 當然最基本最重要的玩具物流啊 裡面都會呈現在裡面 裡面包含了什麼 有玩具清潔整理包裝 然後接下來就是到我們的玩具二手 二手玩具的應用 那裡面還有其他的東西呢 包含我們玩具醫學院的課程 也會在裡面進行喔 那歡迎各位小朋友 可以來到我們這裡參觀 然後之後呢 也有一系列的玩具相關活動 也都會在這裡辦理喔 那我要怎麼知道這些資訊呢 歡迎各位爸爸媽媽還有小朋友們 追蹤我們的台灣玩具圖書館的粉絲專頁 還有官方網站喔 記得追蹤起來 那我們就到這邊結束 掰掰